它就是俄罗斯的镇国之宝 也是当今世界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它可悄无声息地游到敌人身边 利用自己独特的性能 可在20秒内向敌方发射4枚核弹头 对敌人造成致命性打击 它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 假如用广岛作为伎俩单位 北风之神携带的96枚核弹头 可乍翻广岛40次 作为俄罗斯三位一体核打击的重要载体 北风之神造价高达88亿美元 相当于三艘辽宁舰的价格 你要知道俄罗斯在海军方面和美国相差甚远 在这种战略不平衡的情况下 俄罗斯选择了大力发展核潜艇的策略来制约美国 不得不说这个套路玩得的确有效 因为北风之神常常在美国西海岸抛头露面 人家老美硬是不敢吱声 还称之它为末日武器 北风之神最大下潜深度为480米 比美国最先进的俄亥俄级还要伸出180米 静音性能更是玩到了极致 水下噪音仅为108分贝 这也是它神出鬼没婉转 西海岸不被发现的原因 最让美国文风丧胆的是它的杀伤力 它可搭载16枚射程超过8000公里的弹道洲际导弹 而每枚导弹可携带10枚10万吨TMT当量的核弹头 仅一枚核弹头就可摧毁一座中大型城市 掐指一算北风之神最多可携带160枚核弹头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北约不敢和俄罗斯正面对抗的原因 俄罗斯的北风之神到底神在了哪里 它和美国的俄亥俄级到底哪个强 北风之神是现役核潜艇中最安静的潜艇 它的水下噪音仅为108分贝 而美国最先进的俄亥俄级为110分贝 你千万别小看这两分贝的差距 因为核潜艇在海底每降6分贝的噪音 就会增大一倍的声纳探测距离 也就是说仅两分贝的差距 就能让北风之神处于绝对隐蔽的优势 其次北风之神的满载排水量为2.4万吨 其水下最大航速为29节 最大马力可达到4.3万马力 而俄亥俄级满载排水量为1.8万吨 它的水下航速为25节 其最大马力最高为4万 另外北风之神可同时发射20枚波拉瓦导弹 单枚导弹可搭载10枚分岛式核弹头 也就是说它的一次骑射可同时毁灭200座中大型城市 美国俄亥俄级可搭载24枚三叉机导弹 单枚三叉机导弹可携带10枚核弹头 虽说北风之神核弹头的数量不如俄亥俄级 但你要知道北风之神装备了骑射系统 它只需要在发射之前调整一次射击姿势 便可以将全部导弹射出 但是美国的俄亥俄级恰好相反 它并没有配置骑射系统 所以每发射一次都必须调整一次姿势 这直接降低了它的发射频率 虽说北风之神各方面性能都强于俄亥俄级 但美国在其他方面掌握绝对优势的制空制海权 在它那超级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的保护下 俄亥俄级核潜艇可以随意折腾 但北风之神却远远达不到这样的优势 它就是让美国坐立不安的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 也是东风家族中的顶级刺客 东风时期专制航母的各种不负 它的威力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 但其变化多端的钱学森弹道轨迹 再加上高超音速承拨体弹头设计 一度将东风时期成为航母杀手的代名词 即便是全方位掩护的核动力航母 估计也只能在基地等待重生 东风时期还具备了全天候 无依托强突防三大优势于一体的精准打击能力 与此同时它的承拨体弹头设计 大大的完善了导弹飞行的升足比和更远的飞行距离 因此也为钱学森导弹的实现提供了帮助 说白了就是钱学森提出的飞行弹道具备随即变轨能力 并且轨迹变化多端 根本无法预测它的位置 整体来看着两种技术的协同配合 成就了东风时期独特的机动性 虽然老美近些年在导弹防御系统大力发展的同时 没少在高超音速导弹上面下功夫 因为老美心里很清楚 再厉害的防御系统根本无法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 并且像东风时期这样 全程在大气层变轨并保持高超音速飞行的 所以你别以为老美的反导系统和航母有多牛逼 它在高超音速导弹面前真的就是活靶子 为何东风时期能让美国为之忌惮呢 只因为四个字无法拦截 美国至今都没有搞出像东风时期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东风时期和其他普通超音速导弹不同 东风时期属于高超音速 高超音速是普通音速的5倍以上 它的飞行速度达到了10马赫 也就是说秒速可达3.4公里 咱们这么说吧 敌方的反导系统在40公里外发现东风时期 它们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因为东风时期会在10秒之内将目标摧毁 有网友会说光速度快没啥了不起的 拦截几率还是很大的 但你要知道东风时期的前学森弹道可是无敌的存在 它使用了高超音速成波体的水漂弹 并呈现出三角形尖头的外观 不仅速度快 而且还拥有独特的变轨能力 也就是说它的飞行轨迹变化多端 根本没有规律可言 反导系统很难捕捉到它的运动轨迹 因为反导系统根本计算不出其飞行轨迹 所以东风时期被称为航母杀手一点都不为过 这一点真是戳中了美军的通点 自打东风时期的横空出世 亚太地区呈现出包围事态的防御系统已毫无威胁 当然如果老美真的想用自己的航母挑战下东风时期的实战效果 那就好自为之吧 抖音 抖音